我是肖文 是一名职业刺激高手 finally finally 我这个技术主播 终于收到了来自粉丝们发起的挑战 不过呢 我一打一是没有输过的啦 我跟你讲 所以呢 我决定 我们直接来六个打一个 啊啊 Ticket哦 首先呢 第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TikTok 也是一个游戏主播 主播打主播才公平的嘛 不过呢 我是技术主播 如果一打一的话呢 我怕我不打他直接喊 所以呢 为了公平基建 我这个技术主播 允许你带着五个谁帮谁一起跟我对打 让我想一想 打粉丝的话 要用什么武器比较好呢 用手杆打粉丝 会不会太残忍哦 我不是这样的人叻 哼 一个两个根本就是来说 我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先 这不叫做躲 这叫做战术 而且你们算是六个打一个叻 哈 你们以为我在怕 Are you kidding me 六个太过少了啦 我平常是压锅打傻锅的 现在才六个而已 完全都不用认真玩啦 当做玩麻烈罢了 而且我相信我的粉丝 对我下手 应该不会那么重 杜雷卡通 诶 往哪里跑 屎 啊 要被骗子 他还被骗子打我 赶紧躲起来些 他们太过凶了 哎呦 吓死了 哪里 哎 看来是我一厢情愿 所以 爱会消失 对不对 没办法啦 我只好把你们全部 变成谁罢子了 咖喊的味道 根本就是来动 你们伤害了我的心 我只能退化了 没办法 我是个脆弱的小男孩 同时我也是一个很狗的小男孩 本来我只是想用一个非常温柔的心态来动你们的卡车 结果 结果你们 没想到你们竟然会这样对我 那么今天我只能用非常残忍的心态来动你们的卡车 我过出去让跟你们死过 你们看 他们下手竟然完全都没有犹豫 来啊 互相伤害啊 我已经绝望了 错的不是我 是这个世界 OK 不开玩笑了 我要开始认真操作了 距离太远了 我们只能打手枪了 单身了那么多年的小恩 打手枪的技术可是感感的 另外一个看了 你要看 正式单身躲着怒火吧 OK 不要再做娱乐效果了 今天接受这个挑战 就是为了证明小恩是一个技术主播 哼 根本就是来送斗猎咖善 我认真起来我粉丝的屁股 我照样嘟爆哈 又来一个根本就是来送 谁怕谁往那里跑 感受一下小恩的压迫感 糟糕后面有敌人 这个枪把我看到都饱了啊 还剩下三分钟而已 目前我已经领先了四个人头 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做一波老六 只要时间一到 技术主播小恩就赢了 虽然用这种方法非常下水火啦嘛 不过 I don't fucking care 安静点 有一条犯虚症往这边冲过来 一个两个根本就是来送 哈哈 看来你的鼓鼓波会飞哟 I believe I can fly oh 也没得 有时候做一条狗 也是必不得已的事情 只剩下一分钟多而已 现在我只需要狗起来就我赢啦 what the fuck 终于知道我在这里了 你闻到我刚才的味道了咩 哈 根本就是来送一打一 有什么要输过了 要不是我wifi lag 你早就带了咯 nice nice 第一回合完胜 喝 六个打一个 根本就是给我按照第一张摩擦 不过 我取得胜利 也是预料之类 毕竟 我是个职业选手 我是小文 是一名职业刺激高手 诶对吼 我除了是一个职业选手 还是一个剪辑师呢 哈哈 有好戏看了咯 Let's see see what is score Shuwaken 我老喂 我是要你剪出那种 Shuwaken的操作 我不是这种下饭的视频 你下次注意点啊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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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OK,這個已我一個回合了 也是最關鍵的一個回合 如果這一把輸的話 我的18月選手呢 名創就保不住了 我阿嬤已經很保養 不可以再給他看下班的操作了 對不起了 我必須痛瞎殺手了 導演有放那波波波波的BGM 哥哥要開始操作了 政旦有沒有垢眼 Lightchoi encourage 根本就是來吃 這樣熊的啊 不要再做這個very stupid 的提卡 你想燈燒我是絕對不可能的 出來啦 You so fucking stupid 幹把就是來送 搞笑 時間剩下不多了 趕緊操作給他們看 哎呦轉角推到來 二打一往不起啊 You too fast too rubbish 抬走下一個 哎呦反應這麼快 反應會有什麼樣還不是來送 A4 Panda SHOCK 就你的卡通了 你們可以給一點力嗎 我玩到很閃嘞 你們夠了啊 邊吃邊到這麼夠力啊 剩下一分鐘多 遊戲已經來到了尾山 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不知道你們今年過得怎麼樣呢 2021年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年 今年最開心的事呢 就是我終於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還有就是認識到你們這一班 誰放棄 最傷心的事呢 應該就是感情上啦 無論是友情啊還是愛情 唉 全部都被我搞砸啦 然後最遺憾的事情呢 就是我 認識到一個我自己 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女孩子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就不要在自己一無所有的時候 嘗試遇見一個想守護一輩子的人 那種感覺是真的真的很難受 然後你又很威力 OK啦 明年繼續加油 呀 但在我的錄結束 在我的錄結束 你知道嗎